而中國經濟最近一蹶不振 通貨膨脹快要演變成通貨緊縮了 越來越多人認為 中國將會成為第二個日本 進入失落的世代 不過這樣的預測 恐怕還是太樂觀了 因為目前的中國 遠不比當年的日本來的富有 我們來看一下 以PPP購買力評價計算的人均GDP走勢 可以看到在一九九零年代 經濟開始停滯之前 其實日本人均GDP 就已經在高收入國家的平均之上 那麼藍色的就是日本 那麼甚至呢 其實他已經逼近了白色的美國了 那麼對比之下 目前中國人均GDP 還落在中等收入的國家範圍 我們看到橘色的線 距離高收入的國家平均值 整整差了一大截 要是他的經濟 現在就開始陷入了停滯 中國恐怕會永遠都富不起來 而中國的經濟果足不前 其實不只影響到中國國內超過14億人口 跟中國貿易非常密切的國家 也都是連帶受到了牽連 其中一個就是南韓了 南韓在今天公布第二季的GDP 它是比去年的同期成長了百分之零點九 已經有連續兩季的成長率都是低於百分之一的 我們回顧過去兩年成長率的變化 在2021年的下半年 南韓經濟的成長率都還在百分之四以上 但是後來就是持續的下滑了 一方面這也反映了疫情帶來的低基期 它的效應已經消散了 另外一方面就凸顯中國的經濟走皮 衝擊到南韓的出口所帶來的影響 南韓央行日前已經把今年的成長預測 下修到百分之一點四 比起去年幾乎都要腰斬一半